我读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灭亡 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题目 在几年来我们第一次讲这个题目 就是分辨异端信仰 异端什么意思 就是说假如我今天讲基督教的信仰 是这样子 异端就是有基督教的外壳 可是实际的内容不是基督教的内容 我们就叫异端 或者偏离了正统基督教思想的 我们这个叫异端 每个宗教都有一端 比如佛教也有佛教的异端 那佛教跟基督教是不同的宗教 我们就不谈 可是佛教本身也有一些 不属于佛教的东西 那么可是他们外面披着佛教的外衣 所以佛教的人也会说 这个不是我们佛教 这属于我们佛教的异端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基督教的异端信仰 那我们看看隐言 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澳洲社会生活 也会常常遇到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端 这个异端偏离了教会 我们教会 基督教教会到现在有两千年 两千年来正统信仰 那么怎么样分辨呢 如果我们重温使徒信经的内容 就可以加以分辨了 我想很多人知道什么叫使徒信经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使徒信经 我再问一下 知道使徒信经的请举手 有一部分知道 所以我们早就应该讲这个题目了 使徒信经 好 看一下 什么叫使徒信经 我们先看使徒信经什么意思 使徒信经就是说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他有设立使徒 这个使徒的责任 就是把福音怎么样 他们带着头去传遍天下 使徒的责任怎么样 要建立教会 然后要传播正确的信仰 那么这使徒里面 一开始就用12个门徒 认明他们为使徒 这12个门徒呢 有一个很糟糕背叛了主耶稣 这个人是谁啊 犹大 那么犹大背叛了以后 后来上帝特别挑选了一个人 这个人后来他的精彩 他精彩的程度 他的能力各方面啊 甚至超过另外11个人 这个人专门向外邦 就是到以色列外面去 向外邦人传扬主的福音 这个人是谁啊 所以保罗 所以保罗啊 就抵补了犹大那个缺了 所以呢我们叫这12个使徒 后来呢他们都非常忠心的传扬主的圣道 这12个使徒后来每一个几乎都是忠心到底 为主的福音训道 那为主的福音训道 最后一个训道的叫做约翰 因为约翰当初是耶稣12个门徒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 所以约翰啊 他最后被放逐在一个海岛里面 最后他在那个海岛上 后来训道了 那么 然后 等到这一批人都过去之后 然后他们就把使徒的教训 特别是使徒们留下很多的经典 我们新约的圣经有没有 彼得前书彼得后书 这个保罗这么多的书信啊 还有这个 一些这个 雅各啊 像这些所留下来的书信 犹大所留下来的书信 不是卖主的犹大 那么 这些书信啊 根据这些书信 把使徒们的教导 综合起来 那么成为一篇 叫做使徒信经 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使徒信经 那么 使徒信经的内容 大概整个总和了 新约圣经的教导 那么 很多人要在这个之外 另外再加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就说他不是正统的 所以正统的信仰 已经一次交代我们很清楚了 我们看犹大书 大家一起读犹大书这段 来请 亲爱的弟兄啊 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德旧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 圣徒的真道 结理的争辩 因为在 那个时代 耶稣基督 这个 定十字架 后来向人 复活 向人显现 升天之后 福音开始传的时候 也产生了不少的异端 那么就要来影响 教会正统的信徒 所以后来呢 耶稣基督自己的兄弟 叫犹大 他就说 他就写信给 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要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到我们同德旧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 圣徒的真道 所以从前的真道 已经一次交付 交付 entrusted 托付 托付给你的 一次是once for all once for all的英文 就是 一次哈布拉布拉 通通给你的 叫一次 叫做once for all 我们中文讲一次 还没有那么 意思没有那么完整 once for all的意思就是 通通通通通都给 一次通通都给拉 是这个意思 这一次通通都已经托付拉 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真道 要为这个信仰 竭力的什么 争辩 是意思 是这个意思 那么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 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 耶稣基督复活生天之后 初代教会之后的 那个年代里面 就已经有一些异端的信仰 那么 我们现在就要 郑重告诉各位 异端的信仰 就是偏离正统教会 另外自己 加上一些其他东西去 我们叫做异端的信仰 好 我们看 使徒信经的内容 第一个 相信全能的天父 好 我们大家读一下 里面内容 来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这讲要信上帝 好 我们看下一页 相信耶稣基督 是真人 真神 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他是 造成了什么 肉身 这个肉身 是讲真的人 真人 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完全全的人 然后他也是 真神什么 完完全全的神 所以耶稣基督 在世上 跟你我一样 从娘胎里面出生 该生病的时候 他也会生病 该摔跤会痛的时候 他也会痛 他也照样要吃饭 才能长大 他当婴儿的时候 照样要吃母亲的奶 才能长大 他定十字架的时候 一样痛 我们有多痛 他也有多痛 他是完全的人 为什么说 他是完全的神呢 当他行神奇奇事 来帮助别人 来医治别人 这个无品鳄鱼 喂饱一万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行神奇奇事 他是完全的神 不过请你注意 他在世上 到底什么时候是人 什么时候是神的 他同时是人 也同时是神 只不过 他的神能 从来不用在 他自己的身上 就有关于 他自己怎么样方便 怎么样 对他自己有利的时候 他从来不用使用 他任何上帝的大能 从来没有 在地上 尽一个人的义务的时候 他是完全的人 可是当他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 他要把天国的真理 在地上说明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用神奇奇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是完全的人 所以这一段讲的 耶稣基督是 真人真神 使徒信经的第二大部分 我们一起读 预备 来 我信我主 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成运 由童真理 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 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赴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当我们念这个内容的时候 各位基督徒 你会发觉 你这几年来 你信主这几年来 你听到了教导 是不是这里面都讲到过了 对不对 都讲到过 这个就把它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这边讲到 耶稣基督 他出生是怎么样 他不是人的 人间的一个丈夫 跟妻子结婚生的 他是印着圣灵成运 印着圣灵成运 这个叫做 童女怀孕 也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点 由童尊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比拉多 他的全名叫本丢比拉多 在他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他死的时候埋葬 是降到阴间里去 然后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然后升天 复活之后有向人显现 那个就没有讲那么细了 之后升天 那么现在在 天父上帝的右边 还在为我们 众信徒来为我们带导 将来会从天父那边 降临到世上 审判活人死人 那什么时候来 我们还不知道 不晓得 不过看目前这个世代 好像我们觉得快来了 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来 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好 这是讲到 耶稣基督第三个 讲到圣经里 其他的一些真理 好 相信圣灵 相信教会 相信赦罪 相信复活之恩 我们一起读 来 请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好 我信圣灵 圣父 圣子 圣灵 所以我也信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什么意思 我如果是基督徒 我就应该参加教会 所以有人说 我也信上帝 只不过我不想参加教会 这是说不通的 你如果信上帝 你必须参加教会 你说我不喜欢这个教会 那你可以找个你喜欢的 你不可以说 我反正什么教会 都不想参加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你并没有信 所以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 他必定会参加教会 什么叫圣儿公知教会呢 教会是神圣 叫圣 公是怎么样 教会是公开的 所以你发现哪一个教会 是秘密宗教 秘密的 那对不起 除非是在那种 集权统治之下 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秘密聚会 这个我们就不谈 一般在开放性的社会 他还在秘密举行聚会的话 那就不是教会 教会一定是怎么样 光明正大光明磊落的 除非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 或者在某一个国家 某一段时间里面 大逼迫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公开聚会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教会一定是公开的 不但是神圣的 而且公开的光明磊落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看的 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是信基督教 真的基督徒 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 是怎么样 相通的 大家彼此之间有来往的 当然有些人 你发现很难相处 你跟他少来往一点 这个没有关系 可是你绝对不可能 你做个基督徒 从来不跟其他信徒来往 没有这样的事 你如果从来不跟其他信徒来往 表示你没有信 表示你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的生命要成长 肯定要跟其他信徒怎么样 有相通 有来往 我信圣徒相通 最后要很重要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了耶稣以后 耶稣定十字架 就是为了我的罪的缘故 所以他定十字架 他受罪 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有一天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我信身体复活 当所有信的人 我们复活之后 然后跟主耶稣 一同到他那里去享受 永远的福乐 那么不信犯罪 一直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 就要复活之后受审判 所以呢 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复活 有一次 孙牧师在我们这边讲千禧年 讲了这一段 当然讲了更多的部分 好像有一个木道 我来听了一次就听不下去 第二次就不想来 他觉得这里面迷信色彩太多 那么可是我现在正总告诉各位 使徒信经 讲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 那你说 这个复活到时候我们都死掉了 怎么复活 这就是上帝的大能 所以以前有一段时间 有人认为说基督徒只能土葬 要不到时候复活不了 如果火化了 怎么复活 请你放心 该复活的就是复活 不管土葬是火化都可以复活的 你如果土葬的话 土葬也会尸体腐烂了 对不对 然后还剩骨头对不对 然后骨头再断时间 骨头也没有了对不对 然后骨头都没有高 最后骨头变成粉了对不对 然后这个粉跟泥土 又熔断泥土里面的 出于你尘土的也要怎么样 挥回尘土 因为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 就是用怎么样 尘土造人 所以我们人身上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元素 总共有96种元素 而96种元素里面 在尘土里面怎么样 都有 在泥土里面都有 所以人到最后埋在土里面 最后就归回尘土了 所以到时候要复活 上帝会让那些 本来属于你的元素怎么样 又归回在一起 所以你这个放心 就是火化了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信身体复活 然后复活之后 感谢上帝 我信永生 永生从我们现在开始就有了 因为永生是连续在一起的 不过永生真正要执行的时候 真正我们觉得跟现在要分别的时候 那是复活了之后 我们那时候身体复活 进到完全实际的永生 可是永生的资格 永生的身份 是我信的耶稣 我现在就有了 我信永生 所以这是使徒信经 那么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话 那么我们就叫做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我们叫做异端的信仰 那么通常我们在澳洲社会 在澳洲社会 大概常见的异端 有哪几种 因为最近我碰到有一些 也有弟兄姐妹提这个事情 还有还要讲到 连中国的大陆的异端 都跑到澳洲来了 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 好 我们先看看 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怎么样定义异端与邪教 比较后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 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来 请 以前在百姓中间 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师父 师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灭亡 当时初代教会的异端 有一个很重 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 买是什么意思 救赎 耶稣基督 他以他的性命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 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 买赎回来 所以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 甚至连耶稣基督都不承认 他是真神上帝的儿子 那么这样的人就 数数的自取灭亡 所以我们看 只要是偏离了圣经的教导 尤其是关于主耶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是这个部分出问题的话 那就是百分之百完全的异端 甚至我们说这不是基督教 我们就知道不是基督教 那么可是呢 我们这边也稍微定义一下 什么叫异端 什么叫邪教 我不太赞成我们的信徒们 把异端说成是邪教 因为这个里面有点差别 当我们说邪教的时候 我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异端是表示 异是什么意思 不同 异端那不同 那这个可以讲 本来就不同 对不对 那么可是邪教的话 是邪恶的 如果我们要讲邪恶的话 假如用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是很重的一个指责 所以什么叫异端 天离圣经与正统教育 我们叫异端 这个到哪里我们都站得住 因为我们的圣经 本来就这样讲的 正统教育是这样说的 你既然跟这个不合 当然是异端 请注意邪教什么 违反道德和善良风俗叫邪教 所以当我们讲异端的时候 不要随便讲邪教 你讲邪教的话 讲难听也他可以告你的 我什么地方写 所以呢 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什么叫异端 什么叫邪教 所以这个邪教你请记得 邪教肯定是异端 没有错啦 可是异端不一定就是邪教 我就要用法律上来讲的话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 我们来看 在澳洲社会有一些异端 为什么这些是异端 我们看下一页 因为圣经里面已经把一切 跟我们的生命 信仰的生命和敬虔的所有的事 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偏离的圣经 偏离的正统教育 我们叫做异端 我们一起读彼得后书一章三节来 请上帝的神能 已将一切光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主 英文本的圣经 那个一切的事叫做everything 就只要跟这个方法里面 没有所有的都告诉我们了 所以彼得当初写信给教会 就说通通都告诉我们了 所以不能超出这个之外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刚刚讲的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信仰的 最主要的中心和对象 所以刚才我们读起英文的时候 最后一节这一节我们一起读 来请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的救 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这是我们的信仰 你可以不同意 你不同意我的信仰那就算了 你信别的宗教 可是你不能打着基督教的信仰 把这个东西拿掉 把这个东西拿掉就是异端 把这个部分拿掉就是异端 就是异端 好那我们看 在澳洲华人当中 我们比较常见的异端有哪些 比较常见的异端有哪些 第一个 守望台 那么他的英文叫watch tower 那么他其实真正教会的名字叫 耶和华建政人会 这样这些人他们非常的热心的 常常挨家挨户去敲门的 你们碰过这样的人访问你的请举手 有时候哇 一大半都有 有一次来到我家来 我就接待他进来 后来我说这样好不好 我现在很抱歉我没有时间跟你长谈 因为我要出去探访 麻烦你们下礼拜一来 我下礼拜一放假 把你的圣经也带来 我们一起查考好了 那天来了三个人 那有一个是传道人 有一个三个人 然后坐下来 然后他们 又是用英文 我的英文虽然 在华人当中还算可以的 可是到底也没有比洋人好 对不对 然后三个人讲 后来我实在没办 我说慢点慢点 一个一个来 你这三个一起来 我到底要回答哪一个 一个一个来 到最后那谈完了以后 他们再也不来 不来就算了 好 那么请你注意 他们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这都是跟我们讲 使徒信经里面有重大的差异 第一 他不信耶稣上帝独生子 我们刚刚讲 除他之外别无拯救 上帝独生子 上帝的神 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 这是不能打麻糊圆的 他认为耶稣是被造的 请注意耶稣不是被造的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有没有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然后讲道成了什么 肉身来到世上 所以耶稣不是被造的 所以他认为耶稣是被造的两个道 这个道是耶稣 另外一个就是魔鬼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就跟魔鬼两个一直斗来斗去 他只是这样讲 所以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 也是被造者 不能够救赎 没有救赎的功劳 所以这是关于耶稣的部分 不过你一开始 他跟你讲的时候 他不会讲到这个部分 你也不会注意到这个部分 第二 他不信圣灵是三一神 他认为圣灵只是上帝的能力 或者上帝的原则 The principle of God 或者power of God 所以我们正统教会 所谓三一神神 圣父圣子圣灵 圣灵这部分 他不接受 第三 他不信有地狱 他认为地狱的说法 违反上帝的爱 既然上帝是讲爱的 就不会有地狱 所以他也不相信 这个世界 将来有一天 这个会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他认为说 现在的人 破坏这个 这个大自然 没有关系 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所有大自然就恢复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他认为新天新地 就是这个地球 地球哪怕你 把他糟蹋的再厉害 当主耶稣再来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上帝会让地球 又恢复到原来的光景 所以他们一直强调这个说法 不接受地狱和审判的说法 然后你会发现 他在跟你谈的时候 他总共用的经文 圣经 他也给你翻圣经 他总共用的经文 不超过二十节 就那十几节经文 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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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 可是这反复反复 一直走的这些经文 请注意啊 这些经文一直一直反复走 然后中间你要跟他提出一问 请你不要打岔让我讲完 讲完了以后 然后 然后他就交财了事 然后请注意 对于圣经不熟悉的人的话 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哇 你看他好熟 请注意他就熟那不到二十节 他就熟那不到二十节 他其他地方不知道的 有一次我跟他们谈的时候 我说 你看看这个地方 他没见过 那天来的 我来我们家 那个传道人 他是见过的 那其他人没见过 而且每个人都能争善善 那个二十节特别熟 那就是熟悉 那么 然后他一开始 为什么会吸引你 带你查经 然后 我教你英文 然后 我来一听教英文 然后他还是请教你 他甚至不是说教你 我想 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也信上帝的 我们一起来研究圣经 我想请教你一下圣经 哇 你一听 你本来是很 本来是很软弱的 在教会里 可能你也不大读圣经 一下被人家捧到这个地步 哇很乐意 好像参加 就参加 然后还不知不觉 被他的二十节就引进去了 那其实是因为 圣经没有根基 那么 守望台的这些人呢 我们只能说他是异端 请注意 不能说他是邪教 他们没有 他们的言语 行为各方面 并没有不好 并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 他们 只是他们的信仰 不是我们正统的信仰而已 就是跟我们的正统的 这个教导是不一样的 那其他教会 没有问题 比如我们是进行会 信仪会 长老会 像这些 澳洲社会还有很多的教会 感谢上帝 我跟他们之间都有来往 我跟他们之间 也都有很好的 这个友谊 所以这个都不是问题 我们的信徒搬家了 去参加他们的教会 我也非常高兴 让他们教会 其他教会的 这个 可以继续的牧养 我们的信徒 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我信圣徒相通 对不对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对不对 我们相信这个 没有问题 可是 如果去异端的话 我心里就会很难过 就很难过 可是他会去异端 可能也不完全是他的责任 我也有责任 怎么我带着他几年后来 他怎么异端 随便几句话就把他弄走了 我可能也有责任 所以我会很难过 好 我们讲到这是 耶和华见证人会 你们会常常碰到 甚至会到你家去访问你的 好 我们看第二 这个你最常碰到的就是 耶稣基督末世圣族教会 他们的 他们除了 这个圣经之外 另外有一本经典 叫做摩门经 叫做摩门经 他通常是两个两个一起 而且形象非常好 男的都是怎么样 穿着白衬衫打领带 然后那个 衣服都是一致的 然后在台湾推着脚踏车 现在有没有骑摩托车 我不晓得 反正台湾都是推着脚踏车 形象非常好 他们这个叫做 替教会服兵役 大学毕业生 然后就去参加这个 做两年 两年完之后 教会就可以帮助你 找工作 反正提供你很多很多的协助 所以很多 美国的摩门教的 尤其年轻传教士 你很少看到像我这么大的年轻的人 穿个白衬衫 没有 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 他们叫做服兵役 为教会服兵役 那么两个两个 女的也是两个两个 然后这边会挂一个黑色的牌子 讲他的名字 耶稣基督 末世圣徒 教会上这个 那么 他的这个创始人 叫做Joseph Smith 以前曾经被塑造 是一个非常忠于 他的原配夫人的形象 那么近期 我们叫他们 在自己所属的网站里面 爆料 就是他们自己承认 不是爆料 自己承认 史密斯不仅曾经拥有 40个妻子 而且 有的是 已婚妇女 还有的是信徒的妻子 他这样娶过来 那信徒妻子怎么娶过来 信徒的妻子 然后 他们离婚了 离了婚他就把他娶过来 那么 年纪最小的 14岁 各位 我这个资料 是可以让你去 查证的 是有查证的 我也跟他们的 摩门教的传教师 亲自谈过这个事情 然后继任者杨百汉 比他更厉害 起居至少娶了55个人 他的子女有57个 有这么多 那么 我也问过他们 他们说 因为那个时代 是一种时代需要 认为是 他们说 是一种社会责任 因为 战乱了 有的人 丈夫过世 他就把他娶进来 这个 有的丈夫没有过世 那怎么娶进来 还有这14岁的 当女儿养就可以 怎么也可以娶成老婆 像这些都有的 很地方说不通的地方 那么如果 只需研究一下历史 继任者杨百汉 这个杨百汉 更有名 杨百汉 他最大的功劳 对于摩门教会 最大的功劳 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在别的州 待不下去了 他带着 上千的信徒 从别的州 移到犹他州去了 在犹他州 又重新建立一个 王国 所以杨百汉 在犹他州 那边有一个大学 你们听过那个大学吗 也蛮有名的 叫杨百汉大学 这个在美国 也还算是个有名的学校 杨百汉大学 好 我们来看看两张照片 这个Joseph Smith 就是约瑟夫 史密斯 他的太太们跟孩子们 你看到没有 这都是他的太太 这是一部分 这一部分 照片 我们看下一页 这是 这个 这是杨百汉 刚才是Joseph Smith 约瑟夫 史密斯 这杨百汉的太太 你看到没有 有的都好年轻 非常年轻 好 那么 这些事情呢 我为什么 我认为 摩门教的这个 这个问题 严重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下一页 就是 摩门教 他们的摩门经 请注意 这个摩门经呢 是在圣经之外 另外有一部经典 我们刚刚讲 所有的 关乎生命与敬虔的事 都已经怎么样 告诉我们了 对不对 这是彼得强 后书这样讲的 那么 关于这个 我们所有的真道 犹大书里面讲说 已经一次怎么样 交付给我们了 所以他另外有摩门经 而且他们认为 摩门经的启示 比圣经更新 更好 因为他是后来的 那么这个 摩门经的来源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 约瑟夫史密斯 他认为 不是他认为 他说 有个天使叫 摩罗乃 我也不知道 这个天使 这个摩罗乃名字 从哪里来的 是他自己说的 圣经我查了很久 查不出一个天使 叫摩罗乃 我们听过圣经 天使的名字 加百列 有没有 还有其他的名字 叫做 Michael Angelo 天使长 反正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天使的名字 在1823年9月21日半夜 告诉他摩门经的原稿的现在藏在什么地点 他得到原稿之后 在上帝的帮助下把上面的文字翻译成英文 说那个文字是一种改良的埃及文 把它翻成文字 翻成英文 然后这个金业片之后后来被收回了 所以这就变成死无对证 你把金业片拿出来我们看看 拿出来我们看看 可是他说金业片 这个上帝收回去了 天使把他拿走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死无对证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译的这个 这个摩门经译成英文以后 虽然这个英文里面还有英文的语法的错误 还有语法的错误 所以这件事情呢 在我们正统的福音派教会认为这整个就是一个骗局 那么至于他的这个义夫多妻制 是在1890年美国政府施压 因为到处引起暴动 因为其他美国人认为这个影响我们善良风俗 有去攻击他们 后来他们也成立军队来反击 后来这个美国政府就干脆 国会就通过一道命令 除非你们废除这个制度 否则我们就用国家的公权力来取缔 那么最后呢 他们就怎么样废除了 在1890年正式废除了 所以现在的摩门教的这个信徒们 夫妻没有在一夫多妻的 现在是没有的 你问他他就说这以前的 我们现在没有 可是你以前有没有错呢 他不承认错 请注意他不承认错 到现在为止没有承认当初有错 到现在没有 甚至他们认为我们在等候时候 也许有一天时机成熟了 我们再恢复 可是现在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认为有错 更没有悔改的说法 以前我们做错了悔改 假如有这个话 还好 可是他没有悔改的说法 然后以前呢 他们认为 摩门教主要是针对 美国上帝的选民里面 当初有一批跑到美国来 从以色列跑到美国来 所以是针对美国的基督徒 然后认为黑人是被咒诅的 所以黑人不可以担任这个摩门教的这个教室 就是牧师啊这些神职人不可以担任 可是到后来1978年的 是否才废除 请注意1978年上个世纪 离现在不几十年 就几十年前才废除黑人不准担任这个教室 现在摩门教有黑人当传道人 以前不可以有 所以摩门教到底算邪教还算异端 我是这样讲 承邪经义 以前是怎么样 算邪教 现在我们算异端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这种事情没有了 我们不能说他邪教 可是他曾经是邪教 那么现在我们说他是异端 这是摩门教 那么摩门教里面有一些东西非常吸引人 为什么吸引人 他们非常严格 摩门教的每一个信徒进去 一开始就定规 十一奉献 没有一个可以例外 那就定规了 所以摩门教的财力非常雄厚 那么摩门教还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不准喝咖啡 稍微带一点刺激性的茶 抽烟更是不可以 曾经我在台湾的时候 在一个教户里面 一个小教户 我常常去讲道去帮忙 结果有一个小学校长 他本来是偶尔来我们这边 结果后来他就没有来 他去了摩门教 去摩门教我就跟他谈起来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摩门教生活非常圣洁 我说怎么圣洁 他说我本来有抽烟的习惯 他就告诉我们说 你抽烟就不准来 结果后来哇这么严格 他就很尊敬 那就把烟戒了 他以前来我们这边 我们没有说抽烟不准来 我们说你最好把烟戒掉 这个抽烟不是什么道德上的问题 抽烟是怎么样 习惯上不好 会影响你身体 跟道德不相干 所以你可以来聚会 他说摩门教 要严格到这种地步 烟酒啊什么 刺激性的东西通通都不可以 所以就吸引一些人 人家就认为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宗教信仰 那么这是摩门教 所以有些人他被吸引 是因为某一个部分被吸引 然后再看到摩门教的信徒 都非常的怎么样 虔诚很认真 因为他一进来 他就很高的门槛要求这些东西 所以 有的人因为这个缘故被吸引 好 这是摩门教 因为摩门教我在台湾就有接触 在美国也接触 在这边也接触到 他们基本上 他们的传教师到现在为止 差不多还是两个两个一对的 而且形象都非常好 那个白衬衫 这个黑领带 再热的天都是这样 这个形象不错 好 再过来 我们再看 最近到了这个澳洲来的 就是东方闪电 他的另外叫全能神 东方闪电 他的这个 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这个基督是女基督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右边的这个 这是他们打的广告 主耶稣已经来了 末后的基督已经显现在中国 这个基督现在中国是个女的 好 全能神教会是因为耶稣的再来 所以我们才有全能神教会 那么创起这个发起人 其实是一个黑龙江人 这个黑龙江人叫赵维山 2000年的时候逃到美国 申请政治避难 政治庇护 那么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开始 因为他的后来事情发了 2000年才逃到美国 那么在90年代开始 一开始在河南出现 后来扩展到很多省 赵维山在他的组织中 故意神化一个年轻女子 称她为女基督 也称为全能神 东方闪电 她自己算什么 自己是大祭司 她自己是大祭司 她的组织之间 彼此的化名是单线联络 有点像情报组织有没有 单线联络 所以旁边不知道谁 比如说我跟杨姐两个 我都不知道杨姐也是同工 为什么杨姐有她的指挥 我有我的指挥 都是单线的 所以这个已经完全不合乎 我们使徒信心讲的 圣徒相通有没有 不通的 只能上下通 好那么 而且呢 这个内部的戒律非常深远 要求成员绝对服从 绝对服从 那么对于圣经 他们没有否认圣经 他们认为圣经只是一个救赎历史 圣经只是一个救赎的历史 就是说耶稣基督以前救赎 是这样救赎的 救耶稣说上帝是这样救的 现在是怎么样 末世有没有 要用我们这套方法救 那我们这套方法 就跟圣经怎么样 不一样 我们跟圣经不一样 我们没有否定圣经 我们也承认圣经的价值 不过圣经只是一个救赎的历史 是在那个时代的事情 2000年前的事情 我们现在不用那一套了 所以他们制作的一些 一些这个VCR 在那个网路上也有 他的那个题目很讲 很有意思 叫走出圣经 听到没有 走出圣经 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 当初从天 从这个罗马大公教会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标语是什么 回归圣经 有没有 Back to the Bible Everything back to the Bible 回归圣经 那他的教导是走出圣经 因为他的跟圣经 太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看下一页 第二个部分 做法诡异 有点像秘密宗教 请注意 他从来没有公开的 对外机构或者双口 当初他们传到台湾的时候 后来台湾教会 从来没有那么团结合作过 台湾国语教会 台语教会 通通团结在一起 大家登一个联合性的广告 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一个公开窗口 比如说我们聚会地点在什么地方 各位 我们教会的聚会地点在 在8号Similar Street 清清楚楚 你随时都可以来 对不对 他没有 他只是私下联络 然后讲好了以后 大家一起 一起去看一个什么 录像带 一起去看个VCR 然后把那个教导你 教导你 教导你 那么 这个女基督到现在为止 没有现身过 赵卫山说有这个女基督 这女基督长什么样子 我没有人见过 耶稣基督这样是像不像 像人神 他就在众人面前 对不对 这个女基督到现在没有 叫什么名字 比如说你有 你从我身份的号码 可是到现在没出现过 到现在没有出现过 赵卫山说他是大祭司 女基督出现了 那女基督在哪里 能不能向我们公然现身一下 没有 那他如果说不行 他一现身可能就被政府抓了 如果他是女基督再来了 政府怎么抓得了他 对不对 耶稣基督再来 那个是什么样 所有的power都在他身上 对不对 事实上没有一个政权 挡得住他的 怎么会怎么会 反正这里面太多 你稍微有点圣经基础 受过教导的人 都觉得这里面荒谬结论 第二请注意 专项教会及信徒传讲 他不大去找不信的人 专门找教会 找信徒 透过温情公事 进行探访 电话关怀 对于被渗透的教会 采取挑拨利诱 分化离间等制造嫌隙的手段 以及伪造神机 欺骗信徒 伪造神机欺骗信徒 他弄一些神机其实是假的 正统教会 绝对不会伪造神机 如果正统教会 有伪造神机 那是表示这个教会堕落了 而且会被自己教会的人揭发 不可以做这种事情 我们宁可没有神机 也不可以伪造神机 那么 请注意 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都是非常怎么样 低姿态的 博取同情的 当有一些人跟他在一起以后 慢慢慢慢 这些人被他掌握了以后 然后他就想办法在你里面制造这个分裂 制造这个矛盾 矛盾分裂产生完之后 这个时候怎么样 他就坐收愚人之力 有一些人就被他带跑了 就这样 所以专门向教会跟信徒来传讲 这是他们的做法 第一 这个是最糟糕的 以邪恶手段惩治不从准 因为他强调绝对的服从 所以有不从的话 他就会用手段 欲越道德底线的包括恐吓 色诱 请注意色诱 用女色来诱惑 他认为 他认为没有关系 因为他信徒被他洗脑了 洗脑了 色诱 夏明耀囚禁暴力杀害 这个都不是我随便讲的 这个甚至我自己 在湖南去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传道人 姓向 方向的向 他就跟我说过 他就有一次 被这个东方闪电 这个诱惑去 抓关起来 他说今天不让他走 不让他走 就把他囚禁起来 要屈服他的意志 后来他 他后来 他差人一不注意他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 后来有向警察去报案 那后来警察后来 真的派人去的时候 说已经走光了 那么 这个细节怎么样 我不清楚 他自己有告诉我 这一段 他是曾经被暴力 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好 那么甚至还有杀害 这个杀害就是2014年 5月 山东昭远那个地方 有没有 电视有播出来 有没有 有没有 电视有播出来这一段 在山东昭远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教育还设有护法队 这护法队 在他们殴打 不愿意入教 或者意图脱教的人 其实上次 山东昭远就是护法队干的事情 可是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 他们在网络上讲了说 那几个人 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那几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共产党政府 故意把这些人 做的这个精神不正常的事 算在我们头上 我是觉得 这件事可能有点冤枉共产党 我不认为这是共产党搞的 因为他们本 前面就做过这样的事情 前面就做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 还有很多份报道 他们也很会用现在的办法 用流行音乐的曲家进行传教 包括台湾一个偶像团体 叫SHE 你们听过这个吧 SHE 我以前也不知道SHE是干什么 SHE不是每一个女生都叫SHE吗 后来叫SHE 各代表一个字母 那么SHE唱了一个流行歌 叫Superstar 那么他们用这个音乐来传播 正统教会不会用流行音乐 来把歌词换进去 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顶多 中国以前有一些这个民谣 这个民谣本身的这个歌词 不违反善良风俗的 有把它拿来改成诗歌 这个是有的 比如说 茉莉花 茉莉花本身歌词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是后来那个茉莉花 最早那个茉莉花 这条有没有 这条后来用这个旋律改成了诗歌这个是有的 可是不会用流行歌曲 因为流行歌曲 郎啊妹啊情啊爱的 这怎么可以适合来做福音歌曲呢 我们基本上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所以以这个整个东方闪电 全能神教会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什么 邪教 目前并没有看到有什么改变 那么现在 东方闪电 这个女基督 或者叫 他们现在比较叫全能神 那么这个现在已经 在 茉莉花本 已经有两个教会被他们渗透进去了 不过发现得很快 发现很快以后 然后他们就制止了 发现很快就制止了 所以我今天也告诉各位 如果有这样的人 大家一表明身份的时候 请你马上就要告诉我 让我知道一下 所以 我主要来跟各位讲就是 目前 我们在茉尔本 我们华人基督族 一般会遇到的异端与邪教 大概就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 耶和华建制人会 我们只能处在异端 那么第二个 这个 这个摩门教或者叫 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 这个我们 叫他做异端就可以了 不能把它叫做 这个邪教 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些事情了 那么 最主要就是他们除了圣经之外 另外还有一本 摩门经 而且他认为摩门经 比圣经更重要 那么 再过来 这是这个 全能神 东方闪电 这个教会在我认为是 应该没有任何杀伤力的 可是居然还会有这么大的 这个破坏力 这实在是因为 一般教会的信徒 对于圣经真理啊 可能有的 有些信徒太不在意 所以就会被这个 被这个愚弄 比如说 一个女基督 而且是活的 人都没有出现 居然也有人相信 我有时候讲多了 我都觉得有点侮辱我的智商 奇怪 这种也有人信 太奇怪了 像这些事情 所以呢 第五姐妹 我们重新再念一次 使徒信经 下面也 好 我们一起来念 来 请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成运 由童贞女 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结论 持守正统信仰的基督徒 历经了两千年来的考验 一直两千年来都有持守正统信仰的信徒 我们至今感谢上帝 依然盟主保守 怎么样保守 上帝就是让我们有圣经 圣经就是分辨谬误的唯一标准 我们就是有圣经 当初改教运定的时候 我们的口号就是 back to the bible 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回归圣经 我们要认真的诵读 查考 传讲 还要存着珍惜尽全的心 代代相传下去 把我们正统的信仰 代代相传下去 我们祷告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赐下宝贵的圣经 保守我们 忠于正统信仰的基督徒 两千年来 一直行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 我们没有以此自夸 我们感谢上帝 都是上帝的怜悯 跟上帝的恩典 在这里也感求上帝 保守末尔本所有的华人教会 让所有正统信仰的信徒们 我们自己热心读圣经 热心传扬主的福音 我们在这样的 主所赐给我们的热心之下 才能够抵挡一切异端的诱惑 才能够抵挡一切邪教的吸引 上帝啊 感谢你 谢谢你 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 借着你圣经宝贵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 上帝啊 你把那 关乎真斗 关乎一切生命与敬虔的事 都已经赐给我们了 我们好好的 研读你给我们的生命之道 我们好好的 在这个生命之道上成长 上帝啊 不但我们自己不受诱惑 我们还可以帮助 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 不受诱惑 谢谢你 这样带领我们今天这段宝贵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